我们现在看着画面 这个是谁发布的 俄罗斯发布的 俄罗斯干嘛发布 他说美国很故意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既然北极开始合作 我要巡航 中俄好兄弟 吸手举行联合军演 400多艘俄国军舰潜艇 还有至少120架飞机 一共动员超过9万名军人 大规模演习 表面说是为了深化中俄 军事关系 但普丁的一番话 不难听出两国 想要对抗的 其实是美国 普丁甚至警告美国 不要试图在亚洲军事上 超越俄罗斯 日本媒体报导 几个月前 美国以举行联合军演为由 在菲律宾 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 现在美国又打算 以相同理由 在日本部署 提封中程导弹系统 美军要是真的 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射程将涵盖中国 只是北京还没回应 俄罗斯就急着帮忙回敲 美国和欧盟近期召开了 一场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并敦促中国在台海周边 保持克制 与去年的声明相比 内容甚至不见一中政策 凸显出欧美国家抗中态度 越来越强硬明显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看到一个美国军机 然后一直逼近 一直逼近 然后盯着 结果我就发现 中国俄罗斯美国 三国的飞机 在北极海上面 北极海上面 互相对视着 当然保持克 因为我们正好讲 这个事发的地点 是距离美国阿拉斯加 也是美国本土 大概200米左右的位置 你想说奇怪 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的战机 同时发生 飞塞这边 这个才是最怪异的地方 因为你怎么会同时 靠近美国领土 所以第一代表 接近北美 对第一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绝对不是从中国起飞 因为中国起飞 美国早就已经侦测到你了 飞不了这么远 对所以大家就想 那第二种可能 所以代表 中国跟俄罗斯 竟然进行了 军事上的联合演习 而且联盟在一起 所以显然 这两架 包括不管是我们讲 中国的这种轰六战轰炸机 甚至俄罗斯的土轰炸机 都是从他一起飞的 从俄罗斯起飞 这还是重点嘛 所以代表说 中国先跑到俄罗斯 从俄罗斯后 两个人在一起 吸手做坏事 跑到美国家门口 孙孙 所以各位 你才会看到 这么精彩的画面 你知道这什么吗 等一就是说 他们还没有靠近 实质上 美国真正的领空的时候 只是靠近大概 两百里所有的时候 结果没有想到 谁来了 美国来了 F35来了 F22来了 就连加拿大也来联合协访 他们讲的CF18 通通跑到这边说 喂 我给你看得到 你别把我轻举妄动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个奥斯林讲说是什么 说哎呀 我们讲 他就是被我们 透过所谓的F16 还有加拿大的CF18 通通拦截下来 我们连他的型号都知道 跟你讲 一家是图九五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轟六 我们掌握的一清二楚嘛 但各位你知道 这个可怕在哪里吗 所以你刚刚讲的 俄罗斯就吓坏了 俄罗斯马上公布这个话题 说你在威胁我们 对 但是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要讲一件事情 我也有看到你啦 就两边当然不能示弱 俄罗斯总不可能说 我们觉得好怕怕 当然不是这样子 但你仔细听到 奥斯林他们 多么直高气郎 在讲说什么 他说我跟你讲 不意外 什么叫不意外 他说呢 从那一开始追踪 拦截 我们都全程都在处于监视状态 所以保德哥请问一下 美国知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飞出来的 他都知道 他搞不好 从你在机场的时候 你在有动作的时候 连中国降落在俄罗斯机场 他都全程掌握到一清二楚嘛 难怪奥斯林敢讲说 中俄的任何军机 从任何方向 进到了美国领空 我一定第一时间 就把你拦截掉了 对 但是你各位 你又出现一个问题 不是啊 中国没事 你飞去阿拉斯加干嘛 各位 这跟全球暖化 就很大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讲 全球暖化之后 造成北极会产生什么状况 原本过去的涌动港 变成全部都融化 所以北极变成 所谓的航空领地上的 兵家必争之地 像我们刚才看到 俄罗斯 他所出发的这个机场 绝对是未来最北边的嘛 那以前这个机场 他能一年我们讲的 365天都使用吗 不行 他一定会有结冻的时候 但现在显然 如果365天启动的话 整个北极航道 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争夺地嘛 所以美国是也加紧了重兵 就在这边防守 包括跟加拿大协访 各位 加拿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 代表说 就连在靠近北部的地区 因为美国以北 真正最北地方 是加拿大为主 所以你仔细看 他们这一次 所征风相对的地点 一个叫这个 楚科奇亚 一个叫白领海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在这两个区域的空域上 进行去缠斗 但是各位 未来美国会有更强而有力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别忘了 还有NATO 北约嘛 各位你想想看 当美国不只是从这个美国 我们讲的 本土或者加拿大 来进去协访 如果进一步的 因为他们现在跟芬兰 正在切定一个 所谓的双边的这种 合作战争的合作 对 那芬兰他要干嘛 芬兰要跟 那个买一堆F35A 这个闪电型号的 但与此同时呢 他作为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跟你买这个所谓F35A 但同时我是不是要有 所谓的机棚 维保 后勤 设备 美国唯一提出来条件是 好 那你的芬兰的机场 要统统为我所用 你仔细看 如果美国在芬兰 可以飞的话 等于是他可以掌握 整个将近 所有北极圈的空域 全部都可以 由他先发自然 通通在他掌握之中嘛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未来的整个我们讲的 不只是在乌尔 连北极圈都会形成 一个非常 针锋相对的战场 你在在影片上看到 现在美国F35的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都是最强的 你在看到这个女孩子 她的爸妈都是飞行员 她的飞行技术 也太可怕了吧 对 本来我们先看到 第一个这个飞行员 是女生的 已经算是非常特别了 而且你看到 她在上登机之前 一样 熊啾啾气昂昂的 站了立巴停姿 然后跟地勤人员 坐建议 就地勤人员回进她 就爬上去之后 她身形算很娇小 你看她爬那个楼梯 基本上来讲 这算是我们讲的 虽然说手脚很俐落 但是比较起来 你就知道说 她整个很娇小一直之后 但是非常俐落 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们讲延迟动作 而且进去之后 各位她做什么动作 她直接做S型的PX向下 也就是S型的翻轨 所以你仔细看 当她的飞机 整个月上云端的时候 整台F35 是不是一直在喷射 那个所谓的白烟 她做什么动作 侧翻 她做了两个 先左侧翻 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女飞行员 左侧翻完之后 再右侧翻 右侧翻的时候 再来做一个抚养的动作 就是各位 你看她整个完全颠倒了 等于说她的天在她的脚下 然后地在她的天上 然后再马上转一圈再回来 这都是非常高难度 你看 说转就转 保雅哥这拘力非常强 这像我就吐了 而且她很快速度 就已经超硬速了 对 而且她超硬速的时候 她开始大量做这些 连续型的测系 也就是我们讲的TEC 她要验证一件事情 跟你讲我们美国 这种人人降势 非常非常多 救人女性 一样不让屈眉 而且刚才讲 她在过程里面 不断抛出热燕蛋 对 为什么 因为她等于说 她是进行我们讲的一种展示 包括你如果常常常看汉光演习 军机站在飞的时候 她都会透过那种 释放热燕蛋 先做完特技之后 放这种热燕蛋 在天空中的方式 来展现出 她对于她整个飞机的 这种操控性能跟能耐 但各位已经讲说 雨萱 可是你刚才讲 那个都是花拳绣腿 那没有实际战争能力 我跟你讲真的有 为什么 因为在乌尔战争 F-35就发挥奇效 什么叫狙击一千里之外 就是你不用到战场 但是你的敌人 会因你而损伤 因你而死亡 为什么 因为当然F-35 现在普遍大家认为说 应该已经进入到乌尔战场 但它不是通过 所谓直接打击这些轰炸 而是应用它最强大的功能 叫做广泛的雷达场域 换言之 我F-35 比如说我在芬兰 或者是我在北约的国家 但我可以侦测到的范围 是高达350公里 甚至500公里 那叫什么 我的乌尔战争 都是在我的所谓的 扫描范围之内 在我眼皮底下 对 为什么它叫踹门 等于说我F-35侦测 比如说我侦测到 好 苏凯34来了 苏凯35来了 A-50预警机来了 这时候我跟谁讲 我跟地面部队讲 地面部队的海马斯豪也好 或者是陆军战术 好像系统二好 他们就可以开始 针对这些空机敌机 来进行攻击 所以宝哥你知道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 整个俄罗斯两个礼拜 你知道摔了几架飞机吗 摔了15架 坦白讲你俄罗斯 它这些飞机 乌克兰哪来能耐 去精准的侦测 而且用适当武器 对它进行打击 所以最主要是什么 所以F-35的引擎战机 居然在乌克兰战场 有公开跟秘密的资源 不但是公开秘密的资源 它还可以共享目标 不但共享目标 它可以引导导弹进行攻击 对 所以它就是天眼 幻原式它是乌克兰的眼睛 而且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 因为俄罗斯这种A-50 跟这个1222 它们是电战机 幻原式电战机 就是专门来防范这种状况 结果没想到 找不到 连电战机都找不到F-35 还反过头来变成 弱汤机被打下来 你就知道F-35多厉害 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 越来越紧张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其实是一种恐惧 因为菲律宾跟美国 已经越走越近了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在所谓的肩并肩的时候 它把提风系统 放到了亚米岛 还想说你放个提风系统 是什么了不起 你说提风系统是很恐怖的 是一个美国最先进的 飞弹发射系统 而且这个飞弹发射系统 是一坑四弹 如果真的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中国是无法抵挡的 我们要这样看 这个提风飞弹系统 是2023年 就去年才开发完 去年才开发完的 使用客户只有一个 美国陆军 美国是在今年 4月份把这个提风飞弹系统 透过军用运输机 运到菲律宾 这个神兵力气 怎么会运到菲律宾呢 不是运到日本跟韩国吗 其实美国对于中国 你说欺负菲律宾 或说压制 菲律宾在南海 他们都看在眼里 既然菲律宾需要 我们就给你一些神兵力气 那我们看说 这个提风飞弹系统 它有什么神奇 第一个就是说 它讲白点就是说 把海军的神盾军舰的 飞弹发射系统 做什么 把那个四个坑 四个发射架 放到一个大型卡车上 就是说海军的 应该说大型卡车 它可以发射 海军的神盾垂直飞弹发射系统 这个有多况不 它可以发射 除了标准巡弋飞弹之外 它可以发展 发射所谓的 陆工的巡弋飞弹 陆工的巡弋飞弹 它可以发巡弋飞弹 对 陆工的巡弋飞弹多长 我们可以看 这个所谓的图表来显示 标准飞弹 射程距离大概370公里 但是呢 巡弋飞弹 战斧巡弋飞弹射程 2000公里以上 这2000公里以上 其实它已经可以威胁到 所谓的广州的部分地区 那其实美国呢 给菲律宾提供飞弹系统 不是用它来威胁广州 威胁哪边 威胁南海的一些岛礁 那它不是有一些岛礁吗 中国常说 我们有鼠臂礁 永鼠礁 鼠臂礁 美积礁 这些都已经知识化了 对不对 那其实美国以前要用什么打 透过核子潜艇 慢慢的发射 这区域飞弹去打 现在不用 现在直接把 这个中层飞弹给谁 所以我如果在菲律宾 放这个堤蜂飞弹 你今天什么勇气胶 勇鼠胶 这些这个舍臂胶 全部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 对其实一瞬间 说真的一瞬间就可以把它抹灭 一瞬间全部毁掉 对因为其实 你要在这些勇鼠胶 鼠臂胶 建防御飞弹系统 不是不可能 但是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那目前的话 其实中国并没有 那其实美国也损这一点 就是与其用我的浅射 用核子飞弹潜艇 来打你 不如我给菲律宾相关的配备 让它在我美国的一生命下 做什么 直接把你从地图上抹掉 这个是美国的想法 地球上抹掉 对不对 刚刚看到的画面 大家以为说 中国的渔船基于义愤 才去冲进去 可是你不是 它这个最标准的 这个流氓行为就是 它根本就是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来进行 等于说 对于其他国家的压迫 对你知道 其实就在菲律宾的这个仁爱礁 以及或者是仙兵礁附近 早就已经存在 一百哨到两百哨之间的 中国海上民兵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船 除了一艘海警船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海上民兵 都是受中国指挥的 是啊 所有海上民兵都是在 南沙群岛附近 这个海域来stand by 它是什么 就随时号令 如果说中国海警需要的话 他们马上集结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扮演 成为渔民的身份 我是渔民来戳联 我是打群架 我是民众跟自民众 之间的一个冲突 我就不会动用到 美非防御条约了 因为你知道其实美国 一直在保证什么东西 就说如果你菲律宾的 武装部队人员 受到伤害的话 或是受到攻击的话 那就启动美非防御条约 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是民众打群架 你管我这么多 我就海上秩序而已 海上社会秩序维围 他说我是打群架 对 我又不是来跟你 打这个射击第一枪 或怎么样之类 来启动你的军事同盟条约 所以今天其实 中国正在做步步禁逼 我用这种方式 看你怎么启用 美非防御条约 而且其实 小马可是在香里拉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说除非是我们菲律宾人死亡 但是当你讲死亡的时候 人家给你剁手指算不算 不是可是这动作太恶劣了吧 怎么你看 你去给人家撞人家的船 撞人家你这个斧头 还这样子拿出来威胁人家 你不只是撞船 你把那个气垫船的气 把它销轰 把它刺破 刺破完之后 人家上面本来是要补给 那个马德雷3号上面 船支的这些士兵的枪支 给他全部没收 把那个枪支带走 所以那个枪支钥是给马德雷3号的 对那是给马德雷3号 结果把他带回去装 带回去也被我还人家 那这是恶霸行为啊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美国要怎么反应呢 其实中国都在测试 美国的底线在哪里 到底要怎么去协助菲律宾 到底美国要怎么做 其实中国都在测试中 像中国最焦虑的 中国最火大是 提风终成火 我们这一部讲嘛 现在在乌克兰已经开了绿灯了 现在乌克兰已经给他了 所谓的ATSM也就是陆军战术飞弹 这个陆军战术飞弹 我们刚刚讲 俄罗斯的SAM300 俄罗斯的SAM400 你完全没有办法抵挡 而且他的弹头 我可以装任何弹头 我还可以装极速弹 这个打的整个俄罗斯 现在等于说会不成军 现在ATSM的下一代 更厉害的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的提风 他现在干嘛 他现在已经确定了 放到菲律宾了 没错 这个提风系统来说的话 已经放在旅宋岛的北部 那这个提风系统 它也是一样 它也是可以做 它有不同的 你只要变更它的载态之后 它可以发射不同的飞弹 现在主要发射有两种飞弹 一个就是标六 标六来说的话 射程是450公里 但是还有 它可以搭载 2500公里的战斧飞弹 所以你可以 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几乎把整个 中国大陆的西半边 完全cover在这里面 北京在这边 上海在这边 然后重新在这边 等于是三大要塞 我随便要打你都完全 几乎都完全打得到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 所以中国对这个很忌惮 你怎么会把提风 放到这个地方来 美国就在试运 就是说 用这个C17 把它放到这个菲律宾来 未来搞不好 还可以放到别的地方 可以更靠近中国 但是保杰 我跟他讲 还有另外一个 让中国也是揣在弹的 因为目前为止 美国在开发中的 叫做暗音 暗音的远程 远程的这个高音速飞弹 它目前为止 也可能会部署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它这个比 这个提风系统更厉害 提风系统能够放个 占幅飞弹 就是2500公里的射程 但是这个暗音的射程 可以高达2776 所以我如果放在这个地方 我又可以多200公尺 200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 就更是把这个中国 完全涵盖在内 而且它这一次 这个暗音系统 它其实也是包含着 一个这个发射载胎 还有它的雷达 那一次可以发射八枚 所以等于是 这个已经有这个所谓提风 再加上暗音 这两个 我只要放在菲律宾 或是说第一岛链 任何地方 我要打你 中国的话 几乎可以全国都涵盖在内 这个对中国 当然会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而且最可怕的是 这两天我们是把B1B 给放到这个朝鲜半岛 放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它把影片给试出来了 你才知道说 B1B现在的威力 有多么可怕 对 没错 上这几天的时候 南韩军队跟这个美军 在朝鲜半岛 进行了这个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JDAM的这个 相似联合演习 那演习里面来说 你看这个F15的这个战机 两台在这边 然后还有美国的空军的 这个B1B的轰炸机 它这次丢了约莫斯 500磅 送左右的这个 这个所谓钻地弹 丢下去 但是对下去来说 当然了 它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来这个地方 要么我可以攻击北韩 要么我也可以攻击 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形 你看它投下去之后 它就给你看 我们投下去之后精准的命中的相关的这个目标 因为它这个丢出去的时候 是用GPS导航 所以它命中的 这个目标的这个精准度 是相当之高 好 集中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未来要 嚇阻这个 这个中国还有北韩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好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的6月2号的时候 不是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 奥斯汀把日本跟这个 韩国的防卫部长都签在一起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准备三个国家 要举行 自由边缘第一次的演习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 美国居然能够拉拢 日本跟韩国一起 美日韩三个国家 救个军演 所以显然他们防备的目标 就是北韩跟中国 好 所以事实上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他透露了一个秘心 当时习近平直接问他说 你在这个东北亚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你到底要干什么 当时拜登跟他讲 我要让你不能 也不敢改变现状 就现在 他已经在彻底执行了 连台湾都硬起来了 对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拜登的这个态度 是越来越强硬 当然有选举的因素 但是这是美国的国策 对中国 绝对是不会软弱的 好 瑞德 今天我们看到了 顾力雄居然突然 第一个是 不用刺枪数了 你现在也不要提正部了 就要讲的更白是 现在共军只要攻击 我们的基建 包括我们的设施 攻击台湾奔岛之外 你任何的飞航器 没有经过允许 进到十二海里领空 领海 我就可以下达自卫权 以前我们不是讲吗 第一级不在我吗 现在怎样 你只要进来 我真的敢打吗 对 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级在谁 第一级就在 解放军自己的选择 那么如果你攻到了 你已经进到了 我们的十二海里以内 形同侵犯 我们的领海跟领空 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的第一级你进来 我们就必须要跟你打下来 用飞航器把你打下来 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那为什么呢 如果连自己的领海 跟领空都没办法 护卫的话呢 我们要中华民国 三军干什么 那除此之外 如果 顾立雄已经跟你讲 如果我们的驻地 刀刀的攻击 那就是反击 我们是行使自卫权就对了 这个是顾立雄 授予第一线的官兵呢 直接决定 直接就开火了 那么顾立雄我觉得 他是完真的吗 他是完真的 就像张子诗 无人机进到了金门的上空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下来吗 无人机 现在目前为止 进到金门上空的无人机 都是商用的无人机 都是没有五中的 相关的无人机 那这也凸显了 我们在这个 等于说离岛前线 缺乏这样的设备嘛 当然问题是 如果你进到我们的领空 那进行这个所谓的 它 要把它实现所谓的第一级呢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要 危及我国的安全嘛 危及我国的安全 当然就是还击 宝洁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这几天你知道 中共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它的动物4A 两艘动物4A 直接在宜兰外 还要禁逼我24海里 这是过去没有发生的 过去呢 事实上在这次 他们不是说 要还击这个 等于赖清德 怀疑他台独嘛 不是又锁定 划定有几个区域吗 距离花莲最近 也在保持24海里之外 但是这一次 动物4A两艘故意要入侵 那我们的军军 就挡在这个地方 来 你要进来 你要考虑清楚哦 你要考虑清楚 结果怎么样 你刚刚有没有听清楚 我所讲的是 共军的动物4A 对 跟各位报告 共军当然在飞机跟军舰 比我们强太多了 但是动物4A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动物4A是 那么要护卫他们的山东号 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的 护卫一弹复卫舰 但是山东号跟辽宁号 全速前进的时候 南辖展昭追不上前面的包青天 跑很慢 他跑得很慢 我问你啊 这个动物4A 我讲坦白了 连台湾的军舰都比不上 为什么他会派两艘 连台湾的军舰都比不上的飞弹护卫舰呢 故意在那边挑衅 他如果今天来的是动物2D 或者是动物5 我们就要抢一下 心里要抢一下 那个是比我们任何一艘军舰都要先进的军舰嘛 可是他还是派两艘来洗脑嘛 很简单 这就是中共现在的态度嘛 那他为什么这一次对这个 等于说 那么美军的这个提风系统这么感冒 因为很简单 提风系统事实上没什么了不起 它还不是最新的黑科技 问题是 它是这一次距离就直接濒临城下 在吕宋岛啪下去了以后 一套提风系统 4枚飞弹 有标6 有标6的防空飞弹 跟这个战斧巡运飞弹 然后一次是4辆 16枚呀 那么16枚 如果他多部署几个单位的话 我问你 那形同在南海 插一把刀在中共的心脏上面嘛 所以他才会那么感冒嘛 不要忘记 他在这边部署 这个提风系统的时候呢 那么日本也跟美国买了 这个400枚的炸腐巡运飞弹 200枚旧的 200枚新的嘛 那什么意思 那台湾 永远不断又把这些飞弹 跟相关的炮弹 运来台湾 整个第一岛链 全部都锁紧了嘛 莫怪中共会那么生气 欢迎去看关键曲课 习近平结束了莫斯科的访问 就到最后的时候 普丁居然送他送到门口 但这个时候高潮来了 这个会晤里面 引起全世界最关注的画面 话题内容竟然出现了 习近平在最后的场合里面 居然告诉普丁讲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就没有透过翻译普丁 贴到这句话的时候 异常的兴奋 兴奋到本来一手握 后来两手紧紧握住了习近平的手 握住习近平的手之后 他就讲我们完全恪守了 一个中国的原则 然后开始 比如说表达 我愿意跟你一块推动 而这样的一个动作 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 都说变局已经来临了 所以事实上 刚刚讲到的 没有想到 在整个普丁习近平会晤的最后一句话里面 这个真的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吗 而且这句话出来了以后 布林肯居然讲 共军2027年将具备犯台的能力 美国积极检视 最能有效支持台湾防卫的方式 黄姐 就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 最后的时刻里面来说话 他要跟这个普丁告别 告别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这是百年来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那人家透过翻译翻译的时候 原本的普丁是跟他一手握 就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普丁开心到他 两手跟他握紧 握了很久 你就这样 他透过这个翻译跟他讲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普丁的脸以前一直绷着 听到这句话 他才笑开来 你看他说我同意 然后就跟他握手 这样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事实上 而且他还送他出去 这个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承认这样的状况 就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他们共同来推动 所以这句话听在美国的耳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俄不喜欢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表示就是美国的秩序 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是中俄的共同利益 中国尤其是如此 所以美国定义的就是 这一次中俄显然是 两个把手牵起来的 要共同挑战全球的地位 特别是美国的地位 那也就是跟西方世界 为敌的一个联盟态势 而且布林克马上做出反应说 现在担心的是 中国开始会对台湾动手吗 布林克马上就说 2027年共军将具备犯台的能力 美国要积极地检视 最有效支持台湾防卫的方式 所以事实上双方之间来说 火药味还有那种冲突的味道 又开始重新点燃了 好 我们要讲到 所以西方媒体就大幅的报道 包括MSNBC 包括讲习近平跟普丁承诺 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进报更可怕 进报直接讲说 习近平告诉普丁 变革即将来临 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 对 没错 像他们两个这样子 昨天的这个 两个谈话里面来说 这些照片 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言辞 国际媒体就开始在报道 包括说MSNBC 就说习近平还有普丁 承诺所造一个新的这个世界秩序 然后习近平告诉这个朋友说 这个变革即将来临 另外包括说像很多的媒体 都不断的报道出来 就是大家都报道 也就是说这些讯息告诉你 国际都非常关注 普丁跟俄罗斯的这个 俄罗斯跟中国的结盟 特别是习近平在最后 一有所指的说 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你知道 以前美国有个中国人 叫白邦瑞 白邦瑞写了一本书 叫做百年马拉松 说他在1949年建政之后 要用100年的时间洗血前耻 用100年的时间里面 他要进行变革 而这个百年马拉松的 百年变局 现在从这个习近平的嘴巴出来了 对 白邦瑞之前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2049的百年马拉松 百年马拉松他就说了 事实上中国会用各种方法 去弱化美国 弱化美国之后 然后在2049年之后 能够企图 能够推翻美国的秩序 变成全世界的这个领导者 然后他这个 这个播化是有百年的这个历史 那就你知道他们现在 他之前很担心说 我担心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说我们 可是现在习近平也没有耍你了 习近平这一次他已经公开 直接说 跟普丁就说 变局要来到 我们一起来改变吧 所以这不是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资讯 不然什么要 什么是改变现有的国际资讯 而且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 习近平到了莫兹克去访问 而且普丁给他最高规格的一个待遇 连第一天晚宴结束之后 习近平离开 普丁送他上车 还目送他离开 这是前所未有的最高规格的待遇 可是之前 中国是轻描淡写 是非常冷处理这样的新闻 可是没有想到 当习近平回到国内 好像在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剪辑好 画面都拍好以后 现在在中国大幅报道 抱歉 为什么在这个他访问完之后 才大幅报道 因为习近平一直没有表态 那他之前的 不是 普丁不是念了一大串的东西 你都没有表态 愿望清淡 你就是在那边好像 是有事物在那边想东西 你没有真实的承诺 但是最后那句承诺 是承诺非常清楚 百年的变局 我们一起来推动 那不是要跟你一起帮忙的意思吗 所以他这样一讲之后 胡习近 他也是非常被观风向 马上就出来了 那中国领导人反而结束 西方不太情愿地 接受了中俄进一步的走进 中国强大实力 真实道义 塑造了美西方对中国的期待 所以他马上就出来 他在访问完之后 他还跳出来 因为习近平你已经说了 两个要一起 真实道义 那你看央视也出来了 中国新闻网都出来 全部都出来 而且原本我们都说 中国好像都没有大局的报道 这相关的状态 马上他们第一个这样 高规格的礼遇 第一天与普京见面后 已经是深夜 然后普京送出门外 目送中国领导人上车 然后挥手告别 虽然他们讲了非常多点 就是说你看 这果然 这个习近平在这次的历史 反而有十个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细节 开始细节都丢出来 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说 现在才要说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习近平在最后一锤定音 我已经准备 可能会对俄罗斯 有更进一步的资源动作 而且刚刚讲的 从新华网 很多的讯息都说 现在出现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也让整个西方 不喊而栗 这个名词叫做中俄一体化 没错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 以这个他们的 相关的新华网 就PO出一个文章 他说习近平开启中俄友好关系 然后这个合作 然后共同发展 这个新的篇章 他里面又讲什么 这个讯息很重磅 遇事的中俄之间 甚至要实现一体化 一体化什么意思 然后他也一有所指 你看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墙上面 有两支鸽 这两支站在一起 两支在一起就是 我们是这个一起 站在同一边 然后坚定站在和平的一边 和平鸽马 然后站在对的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所以就说他们似乎是 要两国 要再更进一步的往来 那他也剪辑了非常多 这一次俄罗斯民众 欢迎他的这个状况 所以中俄 两个把手牵之后 现在可能这个冲突 就即将要开始白热化了 而且刚刚讲的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 刚刚讲的 普丁的动作是什么 普丁开始用导弹 继续攻击基辅了 就在习近平离开之后 你看他马上 俄罗斯就马上用这个导弹 攻击这个包装扎波罗 他扎波罗就用这个飞弹攻击 而且他攻击的保军队 他攻击的是民载 他就直接用民载这样攻击 而且这个民载 有一个人死亡 有33个人受伤 我觉得现在普丁他也不怕 那是大白天 大家还在上班的过程里面 里面还有人 就叫把他炸了 反正我已经被国际通缉了 我也不怕你了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 要跟我站在一起 我们把手牵起来 他当然就有这个底气 然后他不只攻击了这个扎波罗 他还攻击了基辅以南的这个城市 可是问题是 莫斯科也做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保健那他们现在开始什么 在俄罗斯很多政府大楼的 这个楼上来说 出现了铠甲S1的这个系统 还有包括说萨姆400的这个阵地 还有大量的雷达 你看就是目前部署 在莫斯科旁边的这个铠甲飞弹 还有这个萨姆400的飞弹 这个阵地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没事 会有人打到你这个地方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难道你在暗示着说 有更大规模的冲突要发生 我要把莫斯科的防空 要把它做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难道战争的这个范围 会离开 比乌克兰更扩大吗 对 我就讲 因为事实上美国都在观察 中俄的动作 那你就知道 现在又更多 中国资源 俄罗斯的讯息把它放出来 你看 这是最近媒体报告出来 就是说其实乌克兰拆解了 这个T90M的这个战车 在这里面他们发现到说 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来说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晶片 这晶片里面来说 是用来测安全的温度 那些东西 居然它里面来说 这个红外线的感测器 里面写的高新科技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机台 他直接把它讲出来 这是高新科技的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 所以他给他们相关的 红外线检测的这个零件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在战场上面发现到 遗留的弹药里面来说 你看有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标 标示 中国的这个字 所以告诉你说 中国现在可能在战场上 发现越来越多被实质 支援俄罗斯的晶片 还有弹药这些 美国可能到时候都会拿 这些证据来跟中国 或是在俄罗斯来 来呛下的一个状况 说大家都撕破脸了 而且这个冲突刚刚讲到的 日本也进到了这个基辅 而且他现在的到鲁华沙 甚至来讲说 中俄是一个危险的轴心 对没错 现在中俄两个手牵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日本的动作也越来越大 因为如果假设 中俄两国联手在一起的话 日本会首当其中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岸田文雄的动作越来越大 他为什么去访问日本 为什么去访问这个乌克兰 为什么去访问波兰 显然他有非常大的恐惧感 今天西方媒体 全部大幅报导说 变局已经来临了 而且是百年的大变局 这个就是习近平 结束莫斯科访问之后 都已经要离开了莫斯科了 都已经要走出了 莫克里姆林宫了 然后跟普丁两个人 最后的握手 看起来 普丁之前也没有心理准备 那个习近平会讲这句话 讲说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就变成了西方媒体的头条 然后马上 白宫马上讲 中俄不希望 不喜欢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是 中俄的共同利益 布林肯更讲 二零二七年具备了饭台的能力 难道这句话 真的让什么个冲突 急速的升高了吗 对 这个已经把原来的俄乌战争 是一个属于俄罗斯 自认为他们本身的一个 民族之间的一个地方性的 一个斗争 已经拉高到变成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霸权之争的 重要的一个代表 这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霸权之争 现在已经变成霸权之争了 所以他才谈到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那这个变局 什么样变局呢 都是东升西降 就是美国为首集团要衰退 中国为首集团要兴起 要来决定世界的秩序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这个 国家发言人科比讲的话 他说美俄不喜欢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所以他发言人的讲法 但是在这个时间上 他们非常巧妙的美方 请了最重要的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 在同一个时间点 到达这个乌克兰 这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情 然后他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岸田文雄讲了一句话 这场战争 已经动摇了国际秩序的 根基的侵略 他把地性 洱乌战争 动摇国际秩序 对 本来不是一个 洱乌之间的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他们局部的一个什么 什么 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 怎么会变成 动摇国际秩序的根基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 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安田文雄 跟科比讲的都一样 科比说 中俄不喜欢 二战的国际秩序 要挑战美国 全球领导地位的 共同利益 中国尤其如此 但安田文雄 直接讲 你根本就要挑战 现有秩序了 但安田文雄 凭什么资格 跑到这个乌克兰 去传达这个讯息 是代表谁传达这个讯息 日本人跑到乌克兰 到了半个地球 跑去看乌克兰 给了乌克兰好几亿美金的金元 然后告诉你说 这场战争 它的定性 定性说 这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一场侵略战争 帮谁讲话 代表谁 帮美国讲话 代表美国讲话 所以不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地方性的侵略 已经变成一个 两个大国 两个大的集团之间的一个斗争 就是什么斗争 就是要挑战国际秩序的斗争 那是谁设定的秩序 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秩序 所以柯比的讲法 跟他讲法完全呼应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再看习近平的说法也是一样 习近平说法 他不是去当和平特使吗 不是叫大家停火吗 不是叫大家不要打仗 怎么会变成百年变举 对 他变成这是个机会 那就是我们共同来推动 对 咱们两个座会来盖墙 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中俄关系来共同面对 美国对他们之间的不公平的对待 美国什么公平的对待 美国现在发动的是全方位的遏止 围堵打压 美国的制裁和外交压力 对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这是习近平讲的话 那这个不是你跟美国关心 跑到乌克兰跑到俄国来讲这个干嘛 他认为俄乌战争就是因为你美方的侵略 美方的恶意的压霸的作风 而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俄国的侵略 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因为俄国的侵略后面有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 叫做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也就是在遂行美国的霸权 他把整个故事串成一个两个霸权 那个霸权在行使霸权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抵抗 抵抗霸权 所以他现在变成他跟俄国 反而是抵抗者 他是一个抵抗者 他是个受害者 因为有一个强烈的美国的霸权在抵抗 那秦刚怎么讲 秦刚说这个全世界的主要矛盾 根本不是在主要国家渲染的所谓民主 与集权的这个威权的战斗的矛盾 而是什么呢 是发展跟恶子发展之间的斗争 所以我要发展嘛 现在你老美现在在 不准我发展 那我发展嘛 所以我逼得我必须要对抗你了 他现在论述变成这个论述 那如果是发展跟反对 跟这个发展 跟恶子发展的对抗的话 那跟乌克兰跟俄罗斯什么关系啊 那根本不是 那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是中国在世界上要生存的话 他要发展的话 他必须要对抗美国 对他的全方位的恶子 对美国全方位的制裁嘛 所以这整个定义完全被改变了 不是一个恶物战争 而是全球性的两大霸权的对抗 所以他讲这句话变成全球战争了 当然是全球升高到 就是完全是霸权的对抗嘛 所以美国的定义很简单 美国的虽然是目前用发言人的讲法 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引用 发言人的讲法 跟岸田文雄的讲法 这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 什么内容 挑战国际秩序 中俄联手挑战美国要设计的国际的秩序 对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 而且定调成侵略行为 对 那这个事情怎么会是一个地方性的 一个区域性的战争 当然是全面性的战争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美国秩序的战争 对挑战美国所设定的新秩序 习近平还马上承诺一句话 他都认为你明年会选举 那希望你 我认为你明年会当选 我会支持你 那是什么意思 我支持你 就是明天当选 我听你当选 那谁敢排 谁敢挑战这个普丁当选 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变成习近平的敌人了 他马上介入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普丁的这个权力基础 在短时间获得极大的巩固 然后经济也极大的巩固 对军事作战来讲的话 大家慢慢拖慢慢搞 然后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当然就把对抗的对象 他摆明了 就是说今天习近平 就告诉全世界 他就是反美的极先锋 这个定位已经出来了 当他定位成出来之后 习近平走到前面 认为自己是反美极先锋 他直接跟美国人直接干了 他根本不淹饰的 现在大家也不演了 通通都不要演 就是你搞我 我搞你了 对不对 你搞我的半导体 你现在搞我的这个 你搞我核子潜艇 你再搞日韩合作 那日本跟韩国的合作 是谁的杰作 这个当然是美国的杰作 他们放下百年仇恢 然后团结在一起 他说去年开了四十多次的会议 美日韩开了四十多次 这个集团的主要敌人是谁 中国 就中国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直接进入了 西方集团 以美国为首的集团 对中国的强力的遏制 跟强力的战争的开始 所以就是美中直接对抗了 但美中他 起码习近平百分之是对抗 是公开的嘛 所以那个良好的气氛 都完全不存在 美方已经 他已经直接从他嘴巴里面 直接点名美方 在对他做全方位的遏制 在影响中国的发展 那他要生存嘛 那生存怎么办 那当然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讲 在俄罗斯谈到什么东西 当然谈台海问题 台海问题一定会谈到 所以这个责任斯基 跟岸田文雄谈什么 也在谈台海问题 台海问题无形中就变成拉高 就谈 因为真正的敌人 现在浮上水面 是谁 所以美国真正的 要打压的对象 是中国大陆北京当局 这才是这个故事 一个新的历史的篇章 重新开始 反正 现在习近平觉得 我也退无可退 也没什么好谈了 除非要我屈膝 我也不可能屈膝 干脆正面迎战了吗 对 她就是她的老话 狭路相逢 游者是跟你干的 她就公开跟你干 到这次去俄罗斯玩 就公开跟你干了 所以她没有什么好演 好 那所以事实上 你说这次 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现在也付出台面的 就是岸田文雄 对 日本的一个角色 而日本的角色 我听你讲 我才有点恍人大悟 她说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一个 她不是你的小弟 也不是你的马贤族 她可能跟你是平起平坐 因为你特别提到一个重要概念 印太谁提出来的 日本人提出来的 对 阿库子谁点出来的 日本人点出来的 所以本来 日本人就是要包围中国 日本本来就是要对付中国 是日本人把美国拉进来的 对 事实上我们就说 都知道说 其实日本在这一次 对抗中国的路上 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最近一段时间岸田文雄 我们原本都以为岸田 好像相对安倍的 他是不是那么鹰派 可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跑到乌克兰去访问 跑到乌克兰去访问的时候 他去布查访问 而且他还跟这个 哲伦司机见面 他还说 我们会对你坚定不移的支持 那他这样看完之后 他马上又到波兰去访问 然后波兰去访问的时候 为什么呢 保险你知道 事实上乌克兰是前线 如果乌克兰假设真的失败的时候 波兰就变成最前线 所以他跟波兰见面的时候 当然要强化波兰 因为波兰跟日本 事实上就是这个 中俄邪恶轴心的最前缘 所以他就说跟他这样 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的访问 让我们充满了担忧 因为中国莫斯科的轴心是危险的 所以波兰也这样想 然后岸田文雄也是这样想 所以中俄已经被确定定调 他是一个轴心了 是一个危险的轴心 是一个邪恶的轴心了 为什么对波兰来说 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都是支援乌克兰的最前线 他说我们现在的负担越来越重 所以日本已经说 我们会对华沙 对波兰提供新的援助 所以日本不是对乌克兰提出协助 也要对波兰提出协助 对那你对乌克兰 对波兰提出协助来说 那你当然就是站在 邪恶轴心的另外一边 中俄的另外一边 所以显然日本的这个态度 是完全就越来越表面化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我们就说 这次的中美对抗 好像是由川普先起 但是保佑跟他讲 事实上更早提出 这类似这个观念 其实安倍最早提出来的 所以你最早跟我讲 是安倍做的 他最早有所谓 民主安全之湖 那甚至有提到说 所谓的四方的这个 这个新传 包括说联合美国 然后联合日本 然后联合印度 然后联合澳洲的 四方的这个会谈 这样的状况 还有什么东亚之湖 这些全部都是日本提出来的 还有印太的战略 对那这个日本提出来 是要做什么呢 他当然最重要 就是要防堵中国 只是在安倍推动的时候 当时美国并没有把中国 视为是个最重要的敌人 但是到2017年 这个川普去访问美国 访问中国之后 中国跟他说 你们很多东西 可以让我们帮你做 然后中国的国力 冉冉升起之后 他才飞回这个 美国的路上之后 他决定说 我要对中国开始 出手了 遏制之后 他当然就想到了 安倍有提出这些 所以后来安倍的 这个所谓当初的构想 就由美国跟日本来 后来来把它执行 所以日本现在当国人 会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说日本在 这个国际局势里面 他不完全是被动的 某程度 他也是一个主动的角色 主动的角色 就是围堵中国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不 他们看 以日本的这个状况 他这个国家在这边 这个俄罗斯 还有中国 如果真的是邪恶轴性 他是在最前远的部分 所以他一定要 马上就一定要 把他的这个战斗力 把他拿出来 因为他知道 他如果再不说话的时候 真的他的国家会非常危险 那这个为什么 你看这几年 我觉得日本有非常多转变 你看日本人过去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日本是温和 有理 谦卑有理 但是你看这次就不太一样 现在全部一百八十段转变 一百八十段转变 你就说一定是中国介入 中国介入的证据 一定被美国跟欧洲掌握 他们才会做这个动作 现在出来了 普丁昨天发射了八十一枚飞弹 而且非常精准的命中 你要能够这么精准 你早就该这么精准了 你以前没那么精准 突然这么精准 真的代表中国的力量 中国背后的技术进来了吗 他又做了非常多的科技的更新 那这更新谁帮他做的 他本身当然有科技力量 我们承认了 对 那一定要有零件的来源 所以现在目前已经被 你说这样的拆装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他们有能力 俄罗斯的科技的 军事跟人力已经很强 没有问题 可是无法取得零件 结果现在已经被市场查出来 查出来有六家美国 中国公司已经开始被制裁 他们供应零件 包括半导体在这里 供应给伊朗 要从伊朗的公司转 大家也不知道了 对 所以这个已经是事实 所以为什么欧盟已经 欧洲这一个礼拜来 一直警告中国 一直警告中国 然后习近平为什么 那么高强度的回应嘛 所以我昨天讲了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 我说一定有动作嘛 他不是只用 因为习近平不是打嘴炮的人 对 他不是外交部那两个发言人讲讲 习近平昨天就公开跟你美国嗆瞎嘛 直接点名美国 点名美国人 然后跟美国就是 我跟你正面 跟你积极讲一下 就是积极性的竞争关系 这个你确定了 对 今天就搞这个事情出来了 他无法失去欧洲市场吗 他没路可走了 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性格啦 就是他的名言嘛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是这个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一直跟你拼嘛 因为他两害相权取其亲 他现在拿到市场之后又怎样呢 他国家赚了些钱又怎样呢 结果最后你整个 奥罗斯垮了 变成清美政权 国家安全 他中国的政权就垮了 他这整个连锁的骨牌效应 他完蛋了嘛 所以这次大家在拼嘛 所以昨天我在这边 我们只是估计说 他后面会有行动 听会 这个情势有这么紧张吗 还有我刚刚讲的 你现在去处分了六家中国公司 另外 乌克兰的科学家 居然点名三家的台湾公司 也有提供设备 给俄罗斯 这真的吗 是 因为乌克兰的战场上 开始收集所有证据 你想想看 人道屠杀都收集证据了 难道那些器材 到底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的 到底它的供应链是怎么样的 所以乌克兰是在帮美国 而且应该是说 美国在帮乌克兰 了解到所有攻击到乌克兰的 这些俄罗斯的 供应链 对 这个武器的供应链在哪里 那如果有含有中国的 中国的供应链又在哪里 他要一起破解所有的 在背后来讲 所有的这些中国的企业 所以我认为 美国早就已经有相关的清单 这些清单就是要 这个所谓的嚇阻 中国的这些相关企业 但是他们在找证据 而这个找证据的话 就藉由这场 俄乌战争的战场上 可以找到完整证据之后 再继续的出手 在制裁这些企业 但另外就是 真的像武当所说的 习近平无路可走 今天如果真的普丁下台了 变成一个清美政权 他的政权也就垮掉 所以他现在毫不在乎 欧盟的市长 也不在乎欧盟的警告 他现在要强渡观山吗 短时间短期间 对他来讲的话 那个赚钱不是重要的 赚钱不是重要的 那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保住他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那保住位置 不让美国把他拉下来 最重要的意思 他必须有兄弟 所以他必须要跟普丁挂在一起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说他本身来讲 这个欧战争打下去之后 这个结构体系来讲 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而美国跟欧盟国家 特别是河南都过来了 河南都过来了 我相信法国跟德国也 过一段时间也完全过 德国现在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了 对 但是问题是说 还有像马克宏这种 还打算四月到中国 去访问这一种的 那你那怎么去处理法国 所以就是说 在西方国家的结盟状态 我觉得拜登是要再强化 再强化再强化 那对于这个中俄之间来讲的话 他们没有选择 其实习近平很可怜的问题是 他的对外政策当中 没有任何选项 已经只有一个选项 习近平没有选项 对 没有选项 只能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那台湾呢 台湾也没有选项 台湾也没有选项 台湾本来就跟美国绑在一起 因为本来有些国家 你有可以做所谓的黑剧 那就避险策略 但是有些国家根本不可能 你没有先天环境条件 你不可能做所谓的避险策略的 避险策略只有就是说 也不是等距 他就在看状况 而且两边都会拉拢他的 但是如果像台湾跟中国这一种的 你本身来讲的话 早就靠着美国的安全 你才有办法去维持下去 那你如果中国也一样 他如果没有俄罗斯 跟他做buddy buddy的话 他同样的全部被美国 这个视为 唯一敌人的时候 他怎么去化解压力 他化解不了 而且说真的 在目前美国跟欧洲 都在制裁中国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贸易也不顺畅 而且他们自己本身 也占了外交 在搞人家的贸易 所以相互搞来搞去的情况之下 唯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等到这个时间淡化下去之后 等到习近平恢复到理性的状态之后 那这时候才会想说 好吧 那我们再发展机 那什么样的状况 看到发展机 就是要把权力放出来 然后在他第四任的时候 看他是要延续做第四任 还是他的子弟兵 专门是在做发展经济的 显然在这一届 看不出来 这个乌克兰战场武器 我们也会有 而且我们又是AI知道 全部都合起来 那就是因为 俄乌战事之外 全球也关注在台海跟南海 为什么 因为台湾 这个台湾海的这个形势 它一直延伸到这个南海 大家会紧张 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火药库 其中美军之前不是宣布说 在菲律宾的这个旅宋岛 它的这个北方要部署 太风这个中长城 尤其是中城的这个导弹系统 部署在菲律宾旅宋岛北方的话 你看 它的射程 太风的这个飞弹的射程 它有两种 一种是射程450公里的 标准六型的这个防空飞弹 它把它改装的 那另外一种呢 是2500公里射程的 战斧巡异飞弹 那这两款飞弹 不管哪一种 以战斧巡异飞弹来讲 你装在菲律宾的话 你把中国 这个范围 涵盖整个半个中国的射程 都在它的这个半径范围 这是一半 一半都在里面了 那你有没有想到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上个世纪的古巴危机 你把菲律宾想象成是 这个亚洲版的古巴 那对中国来讲 它是不是它很讨厌的古巴 你把飞弹射在这边 中国是不是 包括北京在内 是不是盲翅在背 那他会不会高兴说 看到菲律宾有太风 这个飞弹射这个系统 然后对着它 它一定不舒服嘛 因为你剑指台海之外 你整个包括南海 中国经常在南海 最近跟菲律宾 跟美国都有一些局域摩擦 那你等于就是剑指在中国 尤其是有如在他家的门口 放着一把这个剑一样 所以这对中国来说 当然是不乐见 那中国的新华社甚至提到说 太风系统的这个飞弹 就像我刚刚讲 它的系统涵盖这么多元 而且整个超过一半的中国领土 都在它的射程范围内 那华谱智库战略 跟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他们的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研究 长期研究海 这个南海海事透明的一个主任 他就有提到说 不止中国 在中国下面的这个越南 最近也动作频频 就在这个地方 对 除了中国 除了这个所谓菲律宾之外 这个南海争议现在越南也要参加进来 因为越南最近这半年到一年多两年内 它竟然填海造陆 火速造岛 多达280公顷 你光是这个2022年就有140公顷 然后到去年2023年11月以前有163公顷 那你要知道南海这个水域是各个国家 都会通过了全世界高达3兆美金 也就是97兆元新台币的贸易命脉所在 那这个南海一有事的话 偏偏中国台湾还有越南 菲律宾文莱还有这个马来西亚 整周边国家都声称 它有部分岛屿或全部岛屿 和在这边的海域的一个这个主岛权 可是大家都互不相让的时候 当然拳头最大的中国在这边 引起其他国家的紧张 那越南也不落人后 开始造岛的时候 填海造陆 造了280公顷的岛 那这个时候呢 中国跟菲律宾的态度 会不会形成一种僵局 反而这一个我刚刚讲的 CSIS的他的南海透明倡议的这个主任 他就分析说 基于这种剑拔怒章的对立的 那种南海局势不断升高 南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远远高于台海 而且他认为说 有可能中国跟菲律宾就形成一种 chicken game 诺夫赛局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过去杜特帝是不是稍微比较轻松 小马可斯上台之后 他是不是几乎一面倒的比较像美国 可是他跟习近平在去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APEC又达成了这个协议 确认双方不会因为任何的这样一个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状况 就轻易开战 双方都不想要倾向战争的可能 那可是呢 偏偏小马可斯的政策 又倾向说 我跟这个美国买的海马斯M142的多管火箭系统 他很硬啊 对啊 我又跟印度买的布拉莫斯的反舰飞弹 我就跟你中国尬到底了 对 一切的作为反舰飞弹啦 海马斯都是好像看着针对中国 又跟日本买的在贷款协助下买的五艘 97公尺长的那种五艘大型巡逻舰 中国会想说你 分离民想干嘛 难怪你最近会在这个 不管是先兵交易啊 黄烟倒了 或者是在这个马德雷三号坐摊的军舰 搁浅的那个地方 会跟我好像大小生 你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有美国撑腰你就想跟我干嘛 这有点形成之后 谁先退让一步 谁先谁就是诺夫 形成了一种僵局 也是一种赛局 来 银友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古巴的飞弹危机 你刚跟我讲 真正有危机的其实是在南海 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智阔学者说 南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远远高于台海 现在全球都在看这一块呀 我们刚刚提到了 包括中国 包括飞兵 包括我们 包括了越南 现在这个才真正实实在在的 飞弹危机吗 没错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现在真正的世界上的一个战争火药库 其实是在南海 甚至我会讲的就是说 今天的一个台海战争 第一枪有可能就会开在南海 反而不会是台海周围 因为今天 如果解放军要去做封锁的话 他一定先从南海开始封锁 甚至是对美国来说 如果我也知道你要先打南海 那如果我能在南海 就先堵住你解放军的话 我干嘛让你去打到台海 所以其实今天的话 南海是真正兵家必争之地 那我们刚才其实也可以去看到的 就是说 在这个菲律宾嘛 他有很多的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所以他这完全的 太风飞还是完全掐住中国 二分之一的中国都在里面 现在中国是束手无策吗 没错 其实今天美国的一个战略 就是希望利用这支太风的飞弹一个系统 他要去改变的是跟过去不一样 很多人会想说 菲律宾嘛 以前这个冷战时代的话 这个苏比克湾啊 或者是什么克拉克机场啊 这一些就是美军要做一个 传统的前进贺阻 这个一确是当时在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中共的学者有提过 美国要重返菲律宾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 美国要玩的不是再去什么 航空物件回来了 他用的是什么呢 把你这一些大型基地取消 用的是中小型的基地 什么5加4的这些小基地 这里面可能是弹药库 然后一开始大家想弹药库嘛 只是说要说前进基地而已 可是今天太风飞弹系统一放过去 大家知道了 真相大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这个系统 是有可以去威胁到 中国领土这一边的 而且其实刚才有讲到了 一个是防空飞弹 你这个标准 标准六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的话呢 它其实是可以去结合美国其他的萨德反飞弹系统 去形成一个美国第一岛链的防空网 反飞弹防空系统 这个是第一个网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有战斧巡异飞弹 战斧巡异飞弹 飞得不一定很快 但它可以去做长城打击 比如说你中共的几个机场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飞弹来对你进行攻击 你的海南岛 甚至是讲难听一点 你的南海舰队 你的航空母舰 在南海这边的行动 我都有可能去把你进行一个包围 或者是进行一个反制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菲律宾它现在的态度 现在的一个小马可士 跟之前的杜特蒂完全不一样 杜特蒂还有点两边想要去游走 想要跟中国有一些一个互动跟合作 小马可士是完真的 可是现在小马可士呢 我们看香格里拉对话 香格里拉对话 这个菲律宾是开场的一个 Kino的一个speaker 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讲的一个内容 跟其实他旁边美国对他的支持 以及整体香格里拉对话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南海反而是现在各国最重要的 关键 那另外一个其实除了菲律宾之外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越南 因为越南它其实它跟中国的关系 不是只有海上 我们知道两国还打过 逞越战争 这场战争 代表的是在路上上面 它也可以去牵制中国 而且我们会讲 好你当年打了这个逞越战争 可是你的越南 以前还跟美国打过一场越战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国际关系里面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现在美国也会认为说 我除了菲律宾之外 我是不是可以跟越南有更多的合作 在海上跟路上 一个左勾拳跟右勾拳 两边同时去插住中国 这个也符合菲律宾跟越南 两国的国际战略